那冷藏呢,我們是建議生食跟熟食 它去分開來去存放這樣走 如果是我們用生熟食來看的話 熟食的話要怎麼去保存? 通常用什麼裝? 我們在熟食的部分呢 我們希望它能夠去裝在適合的容器裡頭 那盡量去讓它的一個裡頭空氣去排除掉 對,那能夠讓它能夠在保有它的鮮度之外 那不要讓這個水汽去散意到這個影響當中 保鮮額可以像這樣玻璃嗎? 是,像這樣子的一個保鮮額來去存放相當適合 就保鮮額OK嗎? 但是要用玻璃的喔 因為熟食通常已經烹調過了 通常還會帶點油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可能用玻璃的比較好 因為通常很多人家裡會是那種塑膠 PVC的那種 可能就不是這麼好 對,像是剛剛主持人提到的這個PVC這樣子的 可能像是不論是容器或是提到一些保鮮膜的部分 事實上它裡頭就是在使用上 我們大概可以去觀察到它PVC這樣子的一個製品 它通常是比較具有延展性 那是因為裡頭添加一些塑化劑在裡面這樣子 那事實上它如果沾附到這個食品 那同時它如果是高溫或是酸性的環境 那去沾附到這樣子的一個保鮮膜或是容器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將裡頭的這個塑化劑給融出來了 對 所以其實剛剛講的玻璃比較好 或者像這種陶瓷的 陶瓷可能也比較好一點 就是盡量避開塑膠的這個包裝就是 所以這個是熟食的部分 那如果是生食呢? 生食我們怎麼去處理? 放冷凍 因為熟食一定先吃嘛 那生食的話呢? 那生食的部分呢 我們還是盡量能夠去盡早將這樣子的生食 或者是肉品去烹調吃掉這樣子 因為我們大概曉得說像肉品生食的部分呢 盡量就是保存三天以內為限這樣子 那不過就是常會有大家想說 那到底我們所祭拜的像是魚肉啊 雞肉或豬肉 他們這樣哪個應該要先吃這樣 對耶!每次拜好多 我不可能一次吃完啊 對啊!那麼就是關於這個肉品它的腐敗速度 有一些影響它腐敗速度的因子包含的這個肉品 它的這個含水量越多 那它的油脂量越少 還有以及它的肉品它的結構如果是越鬆散的話呢 它事實上它就會造成這個腐敗速度是加快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說這個肉品腐敗的速度呢 在魚類的速度是最快的 那再來其次呢就是肌肉 那再來腐敗速度較慢的就是豬肉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吃的話記得先吃魚 再吃雞 再吃豬 對不對 確實是這樣 那不過還有部分要提醒各位觀眾 就是就是我們這樣 不論是肉品啊 冰在冰箱或是拿去冷凍去做保存的時候呢 事實上這些動作都只能去抑制細菌滋生的一個情況 並不是不長了 是是是 對所以它只是延緩它增長的速度而已 所以如果時間一長了這樣子的肉品 事實上還是有可能會腐敗掉的一個情況 所以還是要盡早吃掉啦 剛剛特別講有三天 就是三天內要吃完 對盡量在三天內吃完 所以拜拜的時候還是先想好那個量 你在三天內把它吃完 或者是你就分給鄰居或什麼 難怪很多人說我這拜完的這些貢品啊 乾脆就捐出去 捐給這些比較需要的人 這樣可能一起順便做公益啦 是 看大家分享 對啊這樣也不錯啦 所以這是剛剛講到的 如果熟食的部分啊 這些食材啊 我剛剛講 魚要先吃 再來是雞肉 再來是豬肉 因為這腐敗程度有差 那包裝起來 剛剛講用玻璃 或者是用這個 我們剛剛講陶瓷嘛 那時候我可以把這些東西 黑鍋其實我可以 比如說有些事情要煮嘛 那我可以把它煮好之後 直接放冰箱嗎 因為以前的人會想說 好像熱的 煮的熱熱的 我不要馬上放冰箱 我要放涼的才能放冰箱 對確實 不然冰箱就壞了 對過去 像是一間奶奶常常告訴我們啊 我們這個煮好的食物啊 如果要冷藏先讓它放涼 不然冰箱會壞掉 對真的會壞嗎 那事實上呢 這個我們可以 我們要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這個熱食的部分 它在降溫過程當中 它可能持續溫度 它會慢慢降 降到環境溫度大概 三四度的一個情況下 那這樣子的環境 其實又正好又回到 適合細菌滋長的一個條件 這樣子 那事實上我們還是建議呢 去儘快呢 去將這個煮好的一個食物 去把它冷藏來做保存 對 這樣是對我們的健康風險 是比較不會有疑慮的一個情況 那你這樣就是考驗婆婆媽媽們 你要去想齁 你是要身體壞了去看醫生吃 還是你要冰箱壞了換冰箱 好像感覺那換冰箱成本比較高呢 那現在冰箱應該 應該沒有那麼脆弱吧 對 事實上直接冰起來應該是都沒有問題 應該是啦 所以還是一樣吃不完 趕快先把它放到冰箱去冷藏 但是放冰箱 只是抑制成長速度而已 還是要趕快把它吃掉 剛剛提醒到一點就是祭拜完的食品啊 如果我們要做享用 那今天還是可以去讓它去重新加熱 讓它中心溫度回復到70度的一個條件 那這樣子的溫度呢 其實是能夠有效的 將大部分的一個病原的維生物 去將它消滅 那在使用上呢 會是比較安全的一個選擇 那會不會是 比如說我已經拿出來敗 它已經敗到 我可能一段時間有冷掉了 我要放冰箱之前 再加熱一次再放冰箱 這樣會不會更好 就是口感可能沒那麼好吃 但是這樣至少細菌會不會比較少 對 細菌上來說是會比較少一點的情況 可以這麼做 但是如果你不是那麼在意口感的人 也許可以試試看這一招 那保鮮膜也是我們保存食物的一個方式嘛 但保鮮膜真的你不用保鮮膜嗎 不可能你一定會用到它 但保鮮膜也有差耶 就是用保鮮膜比較安全嗎 那針對這個部分呢 我們看一下 保鮮膜它的這個包供餅 它是比較安全的一個情況 那事實上在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要去了解這個保鮮膜 它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現今我們知道保鮮膜 它的一個材質可能有包含這個 PE、PVC、PVDC 或這個比較耐高溫的PMP 這樣子的一個材質 那到底它裡頭是不是 是否含有這個塑化劑 大家都有非常關心嗎 對 像是剛剛所提到的 PVC以及PVDC 這兩種的一個保鮮膜 那它的一個延閃劑加加 就是剛剛提到裡頭 就是可能就含就是 還有添加塑化劑的一個部分 那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因為它如果使用上去這個包覆的一些這個材質 我直接把它拿來看好不好 像我們坊間會買到的 這個應該很多家裡都是這個顏色的 大家會知道 但是我要怎麼去看它的保鮮膜 這個一打開這個材質 這個這個到底是 你剛剛講的P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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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多P喔 對 到底是哪一種 我看這個包包上面好像也沒有特別提到啊 對 那可能就是在 這樣講什麼啊 對 你要怎麼去看 使用上 很好吃 延展性很好 對啊 使用上裡頭它如果是屬於延展性比較高的一個 這個保鮮膜的話 它其實有可能是裡面就是這個包含了這個刷劑來在裡頭 那不過就是我們這邊可以去補充一些資料 就是事實上在2023年的7月時候呢 我們已經規定相關的一個PVC的這個保鮮膜 是停止製造以及輸入的一個情況 那不過如果是在這個2023年7月之前製造的 那就不在這樣子的規範裡頭 所以事實上我們還是在購買前還是要了解一下 我們所使用到的這個保鮮膜它的成分 它的這個原料是什麼 像這個品牌的它就有寫說是 PEGCD2W分解粒子 對 這樣就是OK的對不對 PE是OK的 對 像PE這樣子的一個原料的保鮮膜 它就是不含這個塑化劑的一個 所以剛剛講的PVC PVDC是不行的 對 剛提到就是含有這個塑化劑這樣子的一個保鮮膜 它事實上還是要避免它在高溫啊 或是酸性的食物來去做包覆這樣子 因為碰到它事實上它都會去溶出 那如果就是使用在油脂含量比較高的一個製品呢 它就算是在低溫的情況下 它都有可能會去將它的塑化劑給溶出來 就即便是我已經放冷了的湯好了 你說油性嘛 我煮湯一定有油嗎 我放冷的湯喔 我上面蓋這樣一層保鮮膜 它也有可能會把塑化劑溶出來 對 就是這個 因為裡頭的它的原料有特性的部分 就是避免去針對高溫啊 以及酸性油脂的部分來去做接觸 那雖然我們剛剛提到另外兩種 PE以及PNP這兩種的保鮮膜 就算說它們是主打化劑塑化劑 不過我們必須要去了解到 我們在使用這樣子的保鮮膜啊 它正確的使用方法 就是使用在比較有深度的一個容器裡頭 那去避免直接碰觸這個食品啦 因為 是 不要放 你知道媽媽最喜歡哪種 你知道就炒菜有沒有 一盤盤子 然後直接把它蓋過去 然後我的保鮮膜就是覆蓋在食物上面 直接貼在上面 對 是是是 其實我們還是盡量避免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啦 因為 雖然它們有一部分的這個保鮮膜 其實也主打它們可以耐高溫啊 那不過 其實上事實上這些塑膠製品 還是不建議去做加溫的一個動作 因為在加溫過程當中都有可能會讓 這樣子的一個 聚合物的塑膠單體在加的過程當中裂解出來 那事實上這樣子就有可能對我們的這個 健康風險造成的一個 危害風險增加的一個情況 所以正確實用方式呢 它也是要避免直接和食品來做接觸這樣子 還是要隔一點距離 比如說你放一個碗 然後你的食物只裝了一半 然後至少還是泡在上面的這個部分 是是是 哇那賣場要跟你抗議 賣場賣的食品很多都是直接包在上面的這樣 所以大家還是趕快回家把它拆開 用自己的容器 玻璃的或者是陶瓷的把它裝起來 另外一個就放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保鮮膜的問題 2023年7月前製造的 我們就買之後的就是比較好一點 這樣這樣說 所以這個日期可以去參考 同時它的材質你也可以去參考